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李亚阿安君 在中国大陆决定香港2017普选行政长官办法之后 一个越来不满这项普选方式的香港民众 采取占领经济商圈罢课及大规模游行抗争行动 持续加温 整个情势演变似乎是越演越烈 如何的观察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 还有中国大陆的因应做法 相关的问题 访问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曾建源观察剖析 非常欢迎 曾副教授您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就要看香港从G1站中 到这几天的抗争行动 看来似乎是争取真普选动作是比较激烈 不过老师您怎么观察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香港对于中国民主化 或中国人权的议题 一向是非常关心 它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 是整个香港的社会 我们可以知道从1989年 六四以来 每年的六四委员的纪念活动 它都是至少取农了十几万港人 相关的游行 甚至可以到达几十万人 所以香港等于说在回归以后 一二十年来 香港对于中国相关的 人权或民主化这议题 在香港受到国家的关怀 基本上是投射了 就是香港对于回归之后 怎么样去维持 在一国养治之下高度支持 它一个内心深层的一种恐惧 会用深层的担忧 但是没想到这一定竟然出现了 终于到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一二十年来的那种不安 那么现在已经被逼到 面临一个最后摊牌 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香港人民 面对这个状况 他们内心的一种交道 或者是不安 或者是愤怒 我想这是可以相见的 不过自从中国大陆接收香港之后 有带来一些经济果实 比如说签订了SEPA之类的 在经济发展 好像也看得到一些成绩 还有大陆的游客 也会到香港去旅游 似乎也对香港的经济有些提振 但是对于民主的追求 看来这样的意志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渴望 是更强烈的 老师您怎么看呢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香港在经济上面的一种帮助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被过度溢美 或是过度夸大了 因为我们还要对照 就是说香港它的产业结构 受到中国内地 强大了这个持续的效果 所以香港的这个制造业 通通外移到中国内地去 另外就是说香港这个地下人筹 再加上香港是一个自由港 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权贵富商 到香港来投资 或者是财产的等等的 这方面的历险的一些操作 那所以导致那个香港的整地 它的整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那么质疑严重 再加上大量的中国大陆的移民 几乎没有限制的这个自由型的 这个大陆的游客 它使得这个香港已经非常逼 这狭窄的空间 变得非常的紧张 对香港一些公共服务 公共设施 还有香港本地的一些福利 这些措施呢 那个香港人民可以平均受到的 这个照顾呢 它的比例是在减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整个整体经济 看起来 它的整个GDP是有上升 可是呢 它面临的问题跟台湾非常相像 甚至它的贫富差距比台湾更加严重 然后它的那种空间那种狭窄 所导致的那个香港本地社会 跟中国内地社会直接的一种冲突 那种紧张关系 这是我们这几年也都看到 那么彼此间民间啊 非常不友善的一种叫骂 或者什么样 这个我们都看到 所以那种社会的紧张关系 它始终也带进来了 再加上说中国经历的崛起 然后临近香港的广州 深圳 州海 甚至澳门的这几个地方 再加上那个跟香港 具有高度竞争关系的上海 这些城市啊 它在亚洲的区域经济当中的地位呢 也越来越重要 所以香港在整个中国 大中华圈的经济的 它的这个原来过去的一种 中枢的一种位置呢 地位呢开始下降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使得 北京面对香港 对于这个政改方案的抗争呢 它有更大的信心 因为它认为 这个时间在北京手上 在北京这一边 那么香港的经济需要 依赖北京 因为北京有 现在会有更多的筹码 香港的地位不再是不可替代 是 那我想这些都是 埋下的重要的因子 所以造成这次的抗争的活动 持续加温 那我们再来看 目前看来 泛民派的意志跟做法 是不是转趋强硬 因为他们也要求行政长官 梁振英要下台 当然这个必须要压力够大 然后因为梁振英的当选 不是香港人民群聚产生的 梁振英 我们也可以讲说 他要为他的选民服务 但是他的选民 并不是香港普遍的民众 那所以呢 这个支持 或者能够让梁振英 能够坐在这个位置 事实上是北京 北京的意志 所以梁振英只要能够观测 那个北京的意志 他就能够稳坐他特首的位置 所以到目前为止来看 梁振英对这个政改方案 他的处理相当符合 这个北京的政策的这个方针 对北京来讲 他何过之有 为什么要下台 那么进步要请教老师的是 那泛民派有可能 在这一波的行动当中 民气可用 会取得更多的优势筹码 有可能改变政改方案吗 政改方案的改变 我是认为说 除非那个香港的社会的抗争 态势强度啊 能够再进步升高 那否则的话 我认为改变的机会并不大 因为原先那个外界所预期的 这个政改方案 就是所谓公民联署啊 这个主要争议的部分啊 双方只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 也就是说公民联署之后呢 还是送进这个提名委员会 来提名 然后呢 他所需要的提名委员会的票数 那个门槛啊 那么可能是维持原来八分之一 等等 但是呢 后来的发展呢 是新的这个政改方案呢 比原来的这个选举方式呢 还更加的严格 那这表示什么呢 尽管北京在之前面临许多 内外的这种 抗议挑战 或是他最后的决定 还是采取的比较强硬的一个立场 那就表示说北京计算过 他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做这样一个决定之后 他的利率得失 所以我们可以推想 就是说对北京而言 他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维持他对香港的控制 那至于说香港 因为抗争或战中运动 所引起的这个社会不安 或引起这个外来投资 或者香港的本地资金的外逃 那这些问题呢 并不是北京所 优先考虑的这个政策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对北京而言 有关香港的各种利益的 这个排比上面 最重要的是 他怎么样来控制住 香港的这个局面 是是 那么就此我也要进一步 来请教老师 目前看来香港政府 是不是出现一些退让 因为要各自第二轮政改咨询 或者是说 这只能说是一种拖延战术 缓一缓 可是最后还是会继续推动 我非常怀疑 就是退让空间到底多少 因为目前的话 就是说 因为北京 习近平之前也讲了 就是说 这个政改方案是不会变的 之前他招职的 这个香港的红顶商人 有加了一个喊话 这个立场应该是蛮明显的 香港的这个 第二轮的这个咨询 他只能在 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 这个框架的范围内 他就做微调 可是呢 最根本的就是关于提名的问题呢 那我现在看不出来 就是说有什么样调整的空间 除非是那个退回 让那个人大常委会 就这个提名的 现行他所通过的提名的方案 再行调整 否则的话 香港本地啊 本身可以这个调整的幅度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是 主要还是看香港本身 他们这波抗争的力道 是不是够强 而且能够持续久不久 不过现在我们也观察到一个面向 就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包括台湾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是不是会对北京形成一定的压力 我认为是这样子 习近平他现在在国内 最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去梳立他的这个 领导的这个威望 那么他就在一年多来 所进行的这些反弹的这些运动呢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说 他面临了这个 在党内啊 非常多的一种反弹 这既得利益者 他们的反弹 那所以呢 这个香港对他来讲 是他在进行国内政治秩序啊 重整 这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变数 所以呢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香港的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 当然会影响到习近平的领导的 他的这个政府啊 怎么样进一步去领导中国 以及他怎么样去持续他目前 这个整治 正风啊 关真的 他的目前的这样的成果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啊 他对全世界的和平啊 或经济的这个安定 他事实上有一定的责任 那么香港呢 他当前的地位呢 不是单纯 中国内部的问题啊 香港呢 今天的这个 他的这个一国两制呢 事实上是中英联合声明啊 国际条约来保证的啊 所以香港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那么他的民主跟自治 自由人权呢 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亲手跟旅行 他的国际法上的义务 他必须展现他对于这个国际秩序 或者既有这些国际的一些规范 这种尊重的一种态度 那这个就影响到这个 这个大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那所以我觉得 习近平也必须要考虑到 就是说 他除了处理国内问题之外 他怎么样让中国得到 这个国际的尊敬 然后进一步能够在国际事务当中啊 增加他的发言分量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是形成挑战 希望有所自制 最后要请教副教授的是 那么一国两制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所既定的一个政策 那么从香港这一波的民主的抗争 您观察是不是会牵动两岸关系呢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 比如像我们这四五十岁 这个年纪 我们在当年念大学的时候 学生的时候 我们看过这个六四的这个画面 那对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香港 这个镇压的画面 我想这个时候是一个 活生生的 那么呈现在我们台湾人面前 这个高度国家暴力之下 对于人民主权的一种压制 那台湾已经是一个 这个民主主权在民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也实施这个宪政的民主的 一个政体 如果说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台湾未来这个前途是要 跟国国的关系 要建立正向基础之上 那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的台湾人 所不愿意见到的 一国两制 从提出来到现在 在台湾社会接受的程度 本来就不高了 今天香港又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在此同时 习近平又在高喊 这个一国两制 我觉得都是再次的打击 台湾人民对于 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中华大学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源 探讨香港普选行政长官 所引爆民众争取真普选 所展现民主价值的挑战 跟事件后续的发展 提出你相当深度的观察 非常谢谢副教授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